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棒的模型 这个模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八部采样 可以生成非常高质量的图片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模型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之前我们虽然也能用八部的采样 生成高质量的模型 但是对于景别来讲 会有一些要求 比方说近景它生成的就非常好 但是远景的就不太好 我们来看这个模型表现的一个效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图片 就是我们用标准的flux代物模型 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模型 生成的一组图片的对比 左侧是代物模型生成的 而右侧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模型生成的 大家对比一下 一个是28部采样 一个是8部采样 大家看一下这个区别是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浏览过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虽然我们能够知道 左侧就是标准的代物模型 生成的要好很多 但是呢 右侧呢也不是说很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肌肤的纹理 反而呢 可能右侧的表现会更加真实一些 而且呢 还有一些特点 你有没有发现 它试图在逃离传统的flux这个容貌 就是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面孔出现 不像我们说的flux代物那么致实 那我们找一张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方说这张 非常有意思的 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女的图片 那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呢 你看到的是这个模型的抱抱脸的主页 看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也明白了啊 就是阿里妈妈 他新出的一个laura模型 这个模型呢 我们叫做flex.1turbo alpha 这里边的话呢 他采用一种多头训练的机制啊 然后呢 训练了一个高质量的laura 这个laura呢 达到了600多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的效果 那么这是一个英文的说明 如果你要是觉得看不明白的话呢 你可以看这个中文版的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它中文版的说明啊 它也明确了这个是对flux代物模型 进行了八部蒸馏 然后得到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支持的功能呢 还是比较多的 比方说那么传统的t2i 就是文本到图片 它支持我们的inpenting contranet 这个inpenting contranet 其实就是它之前发布阿里妈妈那版 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视频专门给大家讲过 那么它在提供的这些参考图里边 我们会发现 那么标准的flux代物和八部采样的特朴模型之后 那你会发现质量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在实际验证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这个呢是一个内部绘制 或者叫局部绘制的测试 那你要下载这个模型呢 我们只需要进到这个files and version里边 然后大家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就行了 大小呢是694兆 那么相对我们平时下载的 100多兆的模型来讲呢 它应该说是非常精致或者非常细致的一个模型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下边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基本的评测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基本工作流的表现情况 首先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flux的基础工作流 这呢我们增加一采样器 纠正一下参数 然后呢我们来增加这个lora 再注意我们选的是这个turb alpha 就是刚才我们说下载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我们给它连上 它的全重值呢 一般呢你可以给到1.0或者0.8 下边呢我们加一个提示词 我用一个非常传统的sdl5的提示词来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 这个效果目前来看的话呢 当然有些问题 第一个是它的这个风格是一个动画的啊 第二个你要注意啊 我这采样用的是25步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演示是说 即便你用25步采样这个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你不用担心它可能采出一些特别明显的瑕疵 或是出现图片崩掉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用8步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换成8步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 那有人说为什么老是出现这种动漫人物 这个我没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flux呢 它有这种倾向性 那之前我们给大家说过一些手段 那你可以加上drphoto 这样的方式呢让他来知道这是一个照片 但是你注意啊 这种方式呢不见得总是有效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还可以啊 但是你比方我要是加上 比方说韩国女孩 可能日本女孩更容易出现这个动漫的效果 那我们用韩国女孩来试一下啊 你只要加上东方的这个面孔 尤其是日本啊 可能日本这个动画比较多一些 这个还可以啊 那我们换一个Japanese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出现动漫的这个人物 大家注意啊 这个就又出现了 所以说呢 这种手法呢不见得一直会有效果 大家可以尝试来加入另外一种提示词 来完全消除这个东西啊 那加一个什么 那就是加一个相机参数 我们找一个相机参数给他加上 比方说这个 只给镜头应该就行啊 这是一个50毫米的镜头 然后这是相机啊 是一个来卡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from VSTOP 腰笔上这个给它去掉 直接说明镜头就可以 说明镜头之后呢 应该是能够完全消除这个问题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一旦你加上镜头参数呢 这个问题呢就消除掉了 这个很明显啊 是因为呃 如果你加上了一个拍摄的参数 那很明显 他就不是一个动漫的人物 他肯定是一个照片 对吧 呃 那这个呢 就比我们之前说的那个real photo啊 或者是HDR photo这样的描述词呢 会更加的有效果 大家看一下 非常明显 那么大家看生成的这个人物整体的质量啊 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调一下视角 就是说调视角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调啊 你说我用Football的 这个它也不见得能够出来 大家看一下 那一方面的是我们前面有这个detail face 和beautiful face 尤其是这个detail face 那你可以去掉它 去掉它之后呢 可能视角会有一部分 拉远啊 但是呢 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 原因呢 是因为你整个这个分辨率 现在是一个宽平的嘛 所以说呢 你做起来可能不太容易 大家看一下会有点拉远啊 但是呢 太明显 那我怎么做呢 你如果不想改这个分辨率的话 你可以尝试这样一个提示词 比方我们用standing 加一个姿势 standing之后呢 它如果想体现出来站着的这个效果 那它需要将腿的一部分的给它露出来 大家看一下可能更远一点啊 我们再尝试再远一点 比方呢 我们来加一个一米千 好像又远了一点啊 那其实你要再远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个beautiful face给它显示出来了 当然呢 其实你可以加上腿的一些特征啊 比方我们说long legs啊 打长腿 那其实这种调整视角的方法就是你想看到什么 你就写什么 而在这种视角下 它有可能会出一个比较诡异的姿势啊 大家看一下可能又远了一点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了 那我们拉远这个视角 你会发现这个清晰度会有一定损失 但是呢 呃整体的质量呢 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所以说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明确的测试出来 呃 它的这个效果 那时候我就想看到全身啊 我们既然调到这儿了 我们接着调啊 那你可以试一下 加上white shoes 白色的鞋子 那这样视角就拉得更远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期望使用什么full body half body啊 把视角调的多么的精准啊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我们呢 尽量的还是通过这种手段 大家注意 我从一开始 从一个完全进景 把它调到一个完全远景 是怎么去做的 当然你注意这个提示词呢 不应该这样写啊 因为你要这样写的话呢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 flex的提示词的形态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sdl5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里面 然后呢 我们告诉他关键词是这个 让他帮我们生成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它够置粘回去 它就更像一个flex的提示词 那我们就看这个视角 还能不能保持住了 看这个视角就拉得比较近了啊 所以说改写提示词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 它并不像 这个它虽然不是flux的风格 但是提示词的这种控制 会更加精准一点 因为毕竟是单个单词 那我可以逐一去调整啊 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的有效果 这个呢 就算是我们对这个模型的 一个初步的测试 那我们就不去做对比了 因为我们从视觉上 大概也能感觉出来 整个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表现的效果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可以和其他的laura 进行无缝的融合啊 比方呢 我们先来融合第一个laura 这个laura呢 我们先生成一下 来感觉一下 来看一下 这种清亮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那么换一个提示词 我们还是换女孩旅游的这个 来感觉一下两个laura融合之后的效果 你注意啊 这个是八部采样的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这种小红出的这种质感表现的比较到位 来看一下 还是挺漂亮的啊 那么放在之后 我们觉得整个的清晰度也是够的 我们可以再生成一张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两个laura的特点呢 都能表现出来 第一个经过八部采样 第二个的确能出现小红出这种网红的特点 你还可以继续加laura啊 比方我们再加一个 我们加一个我们自己训练的 这个我们用v8这个版本 这个自定义的laura呢 是我用comfui训练的啊 而且它的大小呢会大一些 比我们用flex.jm去生成的那个laura呢 可能要精细一点啊 它的权重值呢 我们先给到0.7 感觉一下 人物的这种laura不用加自发词啊 以前我们总是加 其实呢 在flex里边如果是人物的laura 不用加提示词 或者叫出发词 只有什么需要加呢 就是那种风格性的laura 这个呢 大家心里知道就行啊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加了我们laura的一个效果 这个有点过了 其实啊 那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将laura的值降低 0.5 如果还担心有问题 把这个也降低 2.5 这样的话呢 可以 这样的话呢 可以使它这个拉质的皮肤 或者塑料质感的皮肤呢 这个感觉会降下去 再感觉一下 这个时候就非常漂亮了啊 那我们看看 它一致性表现怎么样 我们再生成一张 还可以 但是一致性的表现不是那么的明显 因为我们那个一致性的laura 只给到0.5 嘛 所以说它可能还有点不太够啊 看一下这个面部呢 并不是特别的一致 呃 但是我们给0.7 这个面部就有点过了 我们给0.6看一下 嗯 这个人物呢 可能一致性就更强 如果我们多生成几张 你会发现它气表上就是同一个人了 对吧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组合啊 大家注意我们虽然融合了三个laura 但是我们仅仅用了八部采样 而且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生成的质量呢 还非常的高 就是这就是这个laura 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看到了 它其实在这个局部绘制啊 或者各个方面可能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个呢 我们就不测试了啊 下边呢 那我们看一下所有的八部模型 经常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手势的问题 那我们在绘制手指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的八部模型 可能绘制手指呢 都会有问题 那这个会不会有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写一个姿势的描述 一个典型的姿势啊 叫gimmefile 然后pose 或是gesture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这个姿势 现在就有问题了 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我串联的laura太多啊 这样我们把其他的laura都不要 我们还是会到这个turbo模型本身 因为剩下的两个 一个是我训练的 一个是这个小红书的 可能在姿势上的 泛化能力的并不是特别强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八部模型 我们在绘制手指的时候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呃 还可以啊 这少一根 我们再上课一畅 这也少一根啊 那就是说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啊 只是不那么明显啊 不像以前的那个可能完全就飞了啊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都有问题 那我们换一个姿势 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ok ok表现的也不是特别的到位啊 也可能我写的这个提示词有问题啊 这样我们用一个比较精确的描述吧 我们写一个姿势啊 就是put her finger to her lips 把他的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写的比较清楚了 大家会发现啊 其实呢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比我们之前的那个脚好很多了 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会发现这个也有问题 这是哪个手指呢 也不知道是拇指还是食指 所以说他在食指绘质上 我们只能说有了很大的改进 但是依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 但是你也不用太苛求啊 他必定是八部采样嘛 那如果是纯粹的flux模型 可能表现就要好很多了 好 这是我们从这样几个方面 对他做的一个评测啊 大家呢可以综合来考虑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型 大家回头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